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BFM财经制作的自由时事 这一集我们请到了胡一山博士和我们分享他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晋升观察 以及他如何分析安华这次访华的行程 其实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的博鳌举办 这是疫情之后的首次的实体论坛 那我国的首相安华也特地的前往参加 并且他宣称带回来1700亿的中国投资 我们看到本地的华语媒体报道 比较是一面倒的是肯定安华这次的访华行程 但是大众的反应却是非常的两极 有一些读者和观众认为说安华这次的行程非常成功 值得大大的赞扬 但是也有一些的网友还有经济学者 甚至是股市分析师是质疑 所谓的1700亿的投资只是所谓的MOU 也就是量解备忘录 它并不是实质的合约内容 那么在新海峡时报也有一篇的报导 标题就很直接的说 It is too early to celebrate 庆祝还算太早 那里面就提到这19分的量解备忘录 只是粗略的协议 它不具备有法律的约束力 现在博鳌论坛已经结束了 我们应该要更客观的来看待这一次博鳌论坛 以及安华这次他所带回来的这一些的所谓的MOU 那今天我们就特地邀请到了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首席顾问 胡一山博士 他今年也受邀参与这一次的这个博鳌亚洲论坛 我们请博士来跟我们来分享他在博鳌的第一手的观察 博士我们欢迎你 大家好 其实我从大概2015年开始 每一年都受邀参加这个博鳌论坛 然后也会一般上发表一个演说了 我当然在疫情期间就只是网上的参与 不过这个是博鳌论坛应该是说 在疫后第一次的全面的有来自中国国内外的这些 就是说国家领袖 商界的翘楚 还有我们这些智库的朋友们都一起来参加 那么因为大家三年多没见 所以今年的可能大家就参与的人数比较多了 多到比如说酒店都不太够 因为在疫情期间可想而知 有一些酒店它是关闭了 然后又加上今年来参加的人数那么多 所以今年我也住到比较远一点的这个酒店 不过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些议题 可能都除了传统上的一些 比如说关系到这些经贸合作 经贸发展 大家如何一起做更多的贸易等等这样的课题 今年因为有着中国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立的情况 所以一些比较地眼政治的课题也出了来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首相在博鳌论坛所发表的演说 那个是他一贯的作风 里面是很具有哲学 他有很多这些哲学家这些名人的引用他们的这些话来加强他的论点 不过主要其实也就是说我国在他的政府的领导下 我们也希望在发展 以这个就是说能够大家都共享发展的成果之间 能够达到一个平衡了 我参加的倒是这个叫做南中国海的这个分论坛 那么在那里那些课题就会比较简锐一点的 就会开始讲到这些地眼政治啊 中美的这些对抗啊等等 对 是 那博信你谈到这一点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我正想要问你说 这一次你在博鳌论坛当中 你有没有观察到哪一些比较有亮点 或者是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有彼此交锋的一些讨论 比较热络的一些讨论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究竟的观察 因为坦白说那些就是说主题演说等等 一般上那些讲稿都已经视线都已经准备好了的 所以可能还我不敢说没那么精彩 可能交锋的程度没那么高了 那么我在我的分论坛里呢 我就看到比如说 菲律宾的这个前总统 也是他现在的众议院的议长 就是这个阿罗尤 那么Gloria Macapagal 阿罗尤 他的演讲虽然也是有准备好了讲稿的 Boss谈得蛮尖锐啊 包括菲律宾对于在南中国争议的海域里跟中国的一些对立啊等等 他都毫不犹豫的都把它分享出来 那么也就没有的蓄意的把它掩饰起来 就菲律宾对中方的一些不满啊等等 他也很直接的这个说出来了 所以这一个演说我觉得是蛮简锐的 对 是 不是 其实因为我看到这次 中国的新任的这个总理李强 他也说 一个自信开放的中国 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繁荣稳定的巨大的力量 那不是你自己观察 中国他是不是在这次论坛当中 他是在展现他的一个区域当中 龙头老大的一个企图心 然后其实各国去参加的这些代表 包括了像我国首相安华 还有新加坡的林显龙也都到场去参与了 你觉得其实各国的代表 这一次是抱着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去参加呢 大家是来观望的吗 来看说中国是不是真的重新的全面的开放了 那他们对于这个经济发展的决心又是什么 是不是大家有带着这种观望的态度去 坦白说我不敢说是积不择实 但是就说因为在这个疫情过后 虽然我们东南亚还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 最高的一个地区 所以可是不管怎么说 你也可以看到包括首相也承认 我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看起来都不怎么样 是不是那么又面对这些外债啊 那么可能又面对这些很大的这个 很高的这个叫做通货膨胀等等 这个也不只是我国的独有的现象 我看本区里其他一些很多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难题 所以很坦白说不管他们在这个 比如说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和中国有着各种的这些针锋相对 大家都是一窝蜂的要往中国去 因为中国不管你对他的意识形态 你喜不喜欢 现实就是他是本区域最大的经济体 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你要投资 那个投资来源也来自中国 你要做贸易 贸易的对象也只有中国 那么个别的本区域的国家 可能在意识形态上 坦白说他们跟中国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反而会跟美国更为亲近 是不是 那么可是非常现实 你跟美国那么亲近 美国有没有在你的国家就大量的投资 看起来也没有 你进口美国是不是就增加了很多数量 是不是免关税 又没有 反而关税还提高 所以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 不管你精神上 你意识形态上 怎么样跟中国可能也不太遥旋 跟美国比较相似 但是没有投资 没有贸易 你就很难去亲美国了 这是一个本区域 以至全世界的一个现实 是吧 是 确实是在经济利益上面 是现在特别是在亚洲国家 还有这个疫情之后 大家是比较在乎的一件事情 它也真的是像博士所说的 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 我们要面对的 但是说到了这个经济的层面 其实安华他这一次就说 他带怀了1700亿令吉的合约 或者是这个经济 这个中国的投资 那其实有部分的网民 甚至是我们看到了 在新海峡时报当中 就提到说 其实这个只是所谓的MOU 就是量解被忘录 不是实际的合约 认为说这个1700亿的说法 水分太多 博士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还是要回到那说法 你所谓的鸡不择鸡 你当你什么都没有得吃的时候 即便是你有一个对吃 对食物的幻想 你都很高兴的 是不是 所以你说这1700亿里 有没有水分 肯定也有 这个毫无疑问的 但是就说 能够有1700亿的 170亿能够落实 甚至17亿能够落实 都很了不起了 是不是 我们说的比较保守一点 不过通常也会 蛮大部分是会落实 是不是 所以你 因为当 就是说 我们的立场 其实一点都不难 我们立场通常 你说为什么你要这么亲中国 为什么你不亲美国 我们的回答 可能我们不会讲那么直接 其实我们的回答 真正回答就是 我也想亲美国 只要美国也来投资 一样数目 甚至中国1700亿 你就放2000亿吧 我完全亲你那边要不要 可是你没有 你没有投资 你的贸易量没有 你那把嘴 你就要闭起的 这个是很现实的 国际社会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都是非常非常现实的 我们千万不要为 一些 就是说好像 一些表面上的东西 我们看到是 会一时张眼 可是就说 这是很现实的 有各种的这种经贸往来 你被逼 都必须很亲密的 是咯 那么在安华的姿态上面 博士你认为 有人觉得说 安华这一次 除了在整个过程当中 它是表达了 说团结政府 是秉持一个中国政策之外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的国家 都有这样子表达 而且其实所谓的 一个中国政策 也都是大家各自表述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一方面 去做这样的一个表达 是OK的 但是他在这一次 他是称赞习近平主席 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伟大政治家 不仅改变了 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也为世界和平 与发展带来希望 其实首相安华的 这样子的一个论调 他算是很直接的 称赞习近平主席 跟西方对于习近平的评价 是完全相反的 你认为安华的发言 会不会让美方认为 安华已经是选变战了呢 那安华会如何 在中美之间来做一个平衡 或者说 博士你会怎样子 建议安华来做平衡 OK 访问中国 尤其是在这个关节点 访问中国 在很大程度上 是必不得已的 假如我是安华 其实在这个六个州的州选前 这个六个州的州选 假如你计算该是七月或八月 对不对 我这两个大国 我都不会访问 为什么呢 你访问任何 这两个大国里的任何一个 美国呢 因为你要争取的那些选民 在这州选里 都是一些极端保守派的这些选民 在这些选民群的心目中 美国是自由多元的象征 他们肯定不喜欢 对他们来说 中国他们也觉得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他也不喜欢 总之他要符合他的那一套的那种国家 他才喜欢 可是为什么必须访问中国 因为没有钱 讲到直接一点 我们已经很穷了 你知道吗 你问你身边那些朋友 不管政府跟你讲是经济增长 数字多美好 你问你自己身边的做生意朋友 有没有一个说真实那么美好 每一个都挨声叹气 叫苦连天等等 所以讲到直接一点 必须去中国讨钱 必须去中国去求 希望能不能够投资多一点 因为他很想去 我也不觉得他很想去 因为现在去肯定不是一个 很好的时机 那么当然 他也不可能现在去美国 你去美国 美国又不会讲去了之后 也不要讲1700亿 171亿都要美国的命 所以现在你根本没有一个 incentive来去美国 是不是 但是比如说在 这个周选过后 7、8月了 比如说 就说团结政府 起码保住 申美兰 雪兰儿 不要求多 其他三个是 gone了的 平时还是可以保住 那么之后 每一年9月份 在纽约的联合国 有他的年会的召开 一般上各国领袖都会去 那个时候最理想 那时候安华去 然后在联合国又发表 他最喜欢的 那些充满哲学思维的 一番演讲 受到热烈欢迎之后 然后顺便从纽约 又飞去华盛顿 又去访问美国 那个又奠定了 在国际上的一些 什么什么地位 所以就说 他们这种政治领袖 他们就说 他们要访问哪里 他们首先的考量 也还是他们本地的 政治的考量 可是因为我们穷到 是在不像话了 所以也必须去中国 去希望能够求钱 讲的直接一点 是 博士其实安华 在这一次出访中国之后 他也回来 有表示一些的态度 就是对国人表示说 他其实姿态 也不是说放得太软 包括像是大家 诟病最多的 重资企业来马来西亚投资 都是聘用自己的员工 那他其实有把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时候 向中国来表达 那其实中方也觉得说 相当能够接受这个要求 就是说 如果来马来西亚投资的话 要优先的聘用本地的雇员 那当然 跟救南海的问题的话 其实安华他也表示说 他有这个意愿 去跟中国去沟通 去协调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 看这件事情 就是博士你认为说 安华他真的有能力 让中国企业来 聘用本地的员工吗 还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只是为了要回应大众 对于中资的这个疑虑呢 这个要从几个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首先要说 为什么中资机构 他要聘请他自己的员工 比如说 甚至在一些 坦白说 技术含量不是那么高的领域 这些工地的劳工等等 是不是 因为假如不这样做的话 怎么样 假如不这样做的话 你马来西亚人很多 也不肯去工地里做的 是不是 包括我就不肯了 所以你又不肯 你可能你怎么说 人家可以一次过工作 很多小时的 然后加班的时候 人家也很愿意加班的 你愿不愿意 也这样群劳的工作 这么群劳的加班 不分昼夜 不分热晒雨淋的来工作 你肯的话 肯定可以请你 你不肯的话 就没有话好讲的 更有胜者 很多时候都不请本地 是请外劳 反正都请外劳 倒不如从中国带一些 我这些工人过来 是不是 至少跟我语言 能够沟通 这么我来到你马来西亚 请外劳在我的工地做 所以这些 他们都要考量的 不过假如你讲到 比较技术性的 这些层次的东西 其实我们看到 中国在本地 一些比较高科技的公司 是参参的 就说他们有来自中国的 这些比如说工程师 有本地的 甚至我看过 有来自印度等等 因为印度了 也是很会算的 所以他们都做到 是很国际化的 假如是高科技的 那些中国公司 我们所谈的这些 应该是说 比较需要技术含量 不是那么高的 那种高劳工密集度的产业 是咯 那博士你认为 这个南中国海 这个领土的主权课题 我们现在有这个筹码 去跟中国来谈判吗 肯定没有 所以就是能够 就好像传统这样 当有在海上有相遇的时候 大家就在不公开的情况下 可能发出一些外交抗议召会等等 说的好听点就是低调处理 对 其实国际的关系 各国之间的关系 还有经贸往来 它确实是一场蛮现实的博弈 看的是各国的实力 那就像博士您所说的 现在在东南亚国家里面 大家在疫情之后 其实是非常需要跟中国来进行 很多的合作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但究竟这个合作 要让出多少我们的尊严 或者是说 在包括南中国海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去让步 或怎么样子的去协商 我想这些都是 我们继续会观察的 那非常谢谢博士 今天为我们再次带来 很精辟的分析 那今天也辛苦博士了 因为你真是舟车劳顿 就是飞来飞去 又刚刚从博奥回来 现在又人在新加坡 辛苦博士了 也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联系 谢谢你 好的 谢谢 自由时事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gin.my BFM的网站 或者是BFM的app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 还有在YouTube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自由时事 自由聊时事 让你做出正确决策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